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已经37岁了 但是从她最近出席的活动上看来 身材还是保持得很好 并没有太多产后浮肿的痕迹 其实我们的女神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道了 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十分的努力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她就已经红遍亚洲了 作为当年火遍整个亚洲的野蛮女友 在十几年后还能保持这么年轻状态的样子 实在是很难得 近二十年的光金 当年喜爱她的粉丝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亚洲的娱乐圈也改变了又改变 但她一直都没有变 一直都是那么的美丽 那么的受人喜欢 其实她的成功并不是偶然能红这么久 全凭她的一股韧劲 全凭那么多年来一直持之不懈的努力 一开始在她十几岁的时候是通过做模特出道的 因为长得很漂亮 所以在模特这一行她也很受欢迎 但是她自己却并不居从于此 她喜欢探索其他的领域 还会当主持人 后来在跨堂堂了演员之后 刚开始都很顺利 尤其是拍摄的野蛮女友 将她的人气推到了顶峰 但是在这个时候 她清楚的明白自己的实力 其实还远远的不足以担当得起所得到的荣誉 所以她并没有趁这个黄金时期继续拍戏 反而是选择了出国留学 在国外留学时期 她也一直很努力的学习 在她回国之后 由于错过了黄金时期 她已经被市场所遗忘 拍的一些戏也不太被观众所认可 这样低谷的状态 她持续了近六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 她也选择了和自己的青梅竹马结婚 结婚后 她拍了两部电影大获成功 而后拍的星宁更是再次将她推上了顶峰 但是她仍然不焦不燥 又继续拍摄其他的新戏 二十年都在专注拍戏